闭嘴 你一个家庭妇女你懂什么 你一天到晚靠男人养着 花着男人的钱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谈独立 你好意思吗 像尤雅这样稳稳地站立在垫子上 老师 我 没关系了 我来 我帮你 对 好 保持均匀而缓慢的呼吸 对 身体往前 对 非常好 今天的课程就升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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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 好 再见 人家姐 我能加你上微信吗 当然可以了 你叫人家姐 人家看着比你年轻多了 没事 叫得对 我儿子都已经五岁了 真是老二 那你也太年轻了吧 你们只要天天开开心心的 心态好 生完以后肯定比我还年轻 都扫上了啊 扫上了 记得通过啊 放心好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你好 我是西亚集团母婴部的负责人 这是我的名片 陈娇蕊 莫名的前妻 你别这样看着我 放轻松点 我又不是来吃你的 我挺轻松的呀 我只是正在努力地 把我听到的那个人 和我眼前的你联系在一起 你别多心啊 我听萧嫣说 你们俩是同事 世界真小 我和她是高中同学 我会不会认识的 她是一样的 我会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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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说的 那我没认识的 我没认识的 我会认识的 我会认识的 有个小朋友 我听到你 你会认识的 有个小朋友 你要跟她离婚 莫名跟我说 你是一个性格阳光快乐的人 生完孩子之后 还是一如既往 没有一丝的烦恼和忧愁 跟上大学的时候 完全没有什么变化 我有时候很好奇 真的会有这样的女人吗 有啊 我不就在你面前吗 你不是性格开朗 你是被保护得太好了 什么意思啊 身边的人都在保护你吧 孩子也有人替你带吧 我自己带孩子 你老公一定对你非常好 特别地宠你 你要什么他都给你 这跟我老公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 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 过得是否幸福快乐 全都取决于 他身边有一个怎样的男人 你现在心态好 心情好 那是因为你运气好 找到了一个好老公 错 是我老公运气好 他找了一个好老婆 我自己心态好 所以我快乐 我爱孩子 所以我能在我的婚姻里面 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所以不管我嫁什么样的老公 我都会很幸福他 没有你老公养你和孩子 你带孩子 还会这样轻松愉悦吗 当然可以啦 钱又不是万能的 钱也买不来快乐 我遇见的大部分妈妈 都是充满抱怨的 而你不一样 如果真的像你自己所说的 是那样的幸福和快乐的话 我希望 你来为我们的产品 做推广代言人 这是一个为全职妈妈 发声的好机会 这样的声音真的太少了 这个问题我之前回答过了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兴趣也没时间 你刚刚说你跟萧嫣是高中同学 是啊 说到萧嫣呢 我身边的女孩 即使不明说 也都能看得出来 比起生孩子当妈妈 她们真正向往的 其实是萧嫣那样的人生 内心强大 不被束缚 经济独立 潇洒快活 也有很多当了妈的女人 内心更强大 更快乐 也更独立 当了妈就不可能独立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今天就得跟你掰扯掰扯了 怎么当了妈就不可能独立呢 独立跟生不生孩子 嫁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一个人独立 应该是他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这样的人才是独立的吧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有一些女人 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不幸福 就把这所有的一切 怪在老公孩子身上 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遇人不输 难道老公不是你自己选的 是有人拿着刀 逼着你生孩子了 自己婚后不信 你有没有想过你爱你的老公吗 你为这个家庭做了什么 你有花心思 经营你们的夫妻感情吗 为什么不先检讨一下你自己呢 闭嘴 你一个家庭妇女你懂什么 你一天到晚靠男人养着 花着男人的钱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谈独立 你好意思吗 你所谓的享受独立和快乐 无非是讨好你老公 缺好你儿子 当好老妈子 这就是你的快乐 行 你怎么说都行 因为你说的这些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 也没有任何价值 更影响不了我的生活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服务员 买单 你好 楼下吧台买单 好